下面咱就把咱昨天学的字典了 咱们再简单复习一下 其实咱们昨天主要学了一个东西 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HTTP 通过这个HTTP咱能干净什么事情 最后的一个表现形式是通过浏览器 基于HTTP协议 完成像TCP这样一个服务器发送数据 但是咱们发送过去的数据呢 它不是普通的读书 而是就一定格式的数据 那么这样的数据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在这个位置咱们列出来的 像有一个东西叫做get 然后呢是一个空格 接下来有个斜杠什么什么HTTP1.1 然后后面有个host 有connect有accept等等 有这么一坨的服务器 我浏览器发给了我TCP的服务器 我TCP的服务器收到这个服务器之后呢 TCP的服务器经过一定的解析 举个例子通过证德 它可以得到get以及HTTP之间的东西是什么 得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它就打开箱的文件 走到一个路径 打开这个箱的文件 打开之后把里边的数据读出来 通过TCP的send 把从文件里边读出来的数据 以及咱们给它堵制好的这样固定的另外一坨数据 合到一起里边去 接下来只要把这个一起的数据返回给咱们的浏览器 请问咱们昨天是不是在浏览器看到一个页面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明明是向一个TCP发的数据 没错 确实是TCP服务器 但是你发过去的不是普通的读串 而是有一定格式的 那么这个格式就像我刚刚说的 请求的时候有get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回送过来的时候呢 有什么HTTP 有这么一套的东西 这就是HTTP协议 HTTP协议呢 简称超文本传输协议 它的一大作用 说的更直接一点 就是让你的浏览器发送数据 你接下来你写的这个程序 解析这个数据 把数据呢按照一定的规则 找到相应的文件 把文件里边的数据给浏览器发出去 接下来浏览器就可以显示一个页面内容 那有的人就会说了 那为什么一定理是这样的 怎么不错呢 说的更直接一点 如果是在20年前 你假如说那个时候呢 你呢已经会做网络程序了 那么你一定会牵扯这个问题 想要让大众用户 能够看到一个网站页面 就是例子 比方说想让大众用户看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那么 很多开发者都有这个出发点 那怎么做才行呢 张三这个公司 他自己可以找人去开发一个浏览器 张三这个公司 可以再找人去做一个自己的服务器 那么只要用户去下载了张三家的浏览器 那么张三家的浏览器 就可以访问张三家的服务器 怎么说 明白吧 这个时候的协议 他自己规定 他爱怎么规定怎么规定 但是呢 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就在于 李四这个人呢 他也可以开个公司 他也可以有个服务器 那么张三家的 做的浏览器 只能访问张三家的吗 如果他想访问李四家的服务器 你不是说了 都是通过网来的通信吗 那他怎么才能做到 张三家的浏览器 既可以访问张三自己做的服务器 也可以访问李四做的 也可以访问王二做的呢 是不是这就是一套规范了吧 那大家如果都在马路上走 你靠左边 我靠右边 我靠中间 对吧 你就喝在那个大路边上睡觉 那这种情况下呢 肯定交通会严重阻伐 所以说呢 到最后一定有个人 出来去说一件事情 大家就别争了 是吧 你就按照我这个规定 按照我这个协议来 你也规定 比方说张三家的浏览器 李四家的浏览器 王二家的浏览器 你都按这个规定头 什么规定呢 你不管向哪一个服务器请求 第一个 你用的是TCP 第二个 你发给TCP的服务器的时候呢 发这样规定的数据 你想要什么样的页面 你就把这个页面的这个文件名 放到这个get斜杠后面去 那么只要你也遵循这个 我也遵循这个 那么大家 大家想想 咱再把回应数据的格式 给他遵循一下呢 将来是否大家都可以 实现一个效果 是什么呢 你们家里边 可以开发你们的浏览器 我们家可以开发 我们家的浏览器 只要大家都按照这个协议走 那么将来我不管 访问哪一个服务器 请问同学们 最终我是不是都可以 看到一个页面了吧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就叫 超微美传的协议 就是咱们今天 是昨天咱们用的 这个HTTP 就是它了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要是没有协议 那么我告诉你 今天的结论一定是什么呢 你下载的Google浏览器 只能访问Google的服务器 你下载的腾讯 只能访问腾讯 你下载的百度 只能访问百度 你自己打一个网站 你得自己开发个浏览器 这不就再扯了吗 我自己做一个网站 我还是自己开发个浏览器 那你的意思是 我接下来 我要干一件事情 我还开个公司呗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今天像咱们同学们 咱们学的python 将来能干什么了 更直接的一个体现 学完python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 打一个服务器 但是有人说了 我会花钱去买吗 不用花钱去买 你可以从阿里云 服务器上去买 一年的就几百块钱 好一点的 贵的就前一年的 因为我是去年买的 花了一千来块钱 买了三年 然后现在好像一年 就将近一千多了 现在比较贵的 原来是比较嫌疑 现在比较贵了 因为现在这个技术的越来越好了 讲言之 你将来从阿里上买的服务器 把你用python写的整个程序 放到阿里服务器上 接下来你再去买个域名 当然这个域名到底有什么用 到时候我都跟你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咱们这个教室后边 那个地方是不是有段纸 看到吧 贴那张纸干什么的 那张纸别撕了 别轻易撕 那张纸是有用的 那张纸能干什么呢 如果将来你想自己买个域名 在域名备案的时候 你就要把 你就站在那个纸的前面 拍张照片 拿着你的身份证 拍完之后 把这个身份证传到阿里上 阿里接下来 才允许让你这个域名 对应到你的服务器 否则 Gaming就不能访问 也就是说 3W百度在Carm 之所以能够访问它的服务器 是因为百度经过了认证 如果你想自己做一个网站 你肯定自己有域名 比方说 我买一个 东哥 假如说还有的话 肯定老卖光了 是吧 我的名字这么出名 早就卖光了 然后如果你的名字 假如说还有的话 你就在那个地方 拿着你的身份证 拍张 传到阿里上 阿里接下来认证 认证完之后 你用你的域名 就可以找到你服务器了 所以现在 只不要轻易撕 撕掉了 还得从阿里 邮寄一份过来 阿里邮过来 那么 这个地方 来的话 咱们就继续说 我刚刚给大家简单回了一下 什么叫做协议 协议道理有什么用 听懂我意思了吗 大家都遵守 开发网站的 只开发网站 开发浏览器的 只开发浏览器就可以了 OK 这就相当于一种结偶 你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这就是一种结偶 大家是不是有印象 前一天咱们在自己 做那个下载文件的 那个程序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 自己下自己的呀 那天还记得吗 我自己写了个服务器 我自己写了个口单 我是不是用我的口单 是不是下载我的东西了吧 那我就要问你了 我的口单 能不能下载迅雷的呢 那答死你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并没有遵循迅雷的协议 如果你要是遵循了迅雷的协议 遵循了快车的协议 那么将来 你就可以下载快车的数据 可以下载迅雷的数据 这么说理解了吗 你只要遵循这个协议就可以了 这就是今天这个效果 遵循协议将来有什么好处呢 就像中国生产的这个高铁一样 中国生产高铁 都有很多个地方 有长春的 有这个青岛四方的 很多高铁的 很多厂家都可以生产 但是有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大家重复想一想 如果青岛的这个 生产高铁的这个公司 按照他自己的规则 按照他自己的协议来 那么将来一个高铁呢 差不多有几节了 有八节 两节高铁呢 有的时候比方说村院啊 往往是两节高铁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十六节高铁 十六节车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如果假如说还说更长 一般就是十六节最长了 因为站台就那么长 如果你在街上八节车厢的话 那将来就是二十四节车厢 那么二十四节车厢就有个问题 动车主呢 它并不是两个轮子在带着跑 而是轮子都一起跑 所以说这台叫动车主 这台叫高铁啊 你所见的绿皮车 只有那么几个轮子在跑 其他的都是同动轮 有那么几个是主动轮 那么这个时候就签了个问题 我一个高铁 一个车厢过来的时候 我的一个车厢明明已经开始跑了 我怎么才能让那个车厢人 能够控制它 这就是协议 青岛生产的这个高铁 跑在铁路上 没问题 那么长春生产的高铁 他们俩各自有各自的协议 这肯定的 但是呢将来一定遵循 咱们国家自己都有的协议 那么将来不管是长春生产的 还是青岛生产的 甚至是在九个地方 还有别的地方生产 只要我接下来想要把两个火车 连在一起 当作一个火车来开的话 直接连在一起 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协议遵循的好处 听懂了吧 那么现在中国的5G呢 正在发展 直白来说3G 中国呢是用的国外的技术 4G也是用的 那么现在的国 咱国内呢 有一点比较给力 现在的5G像华为啊 这种中兴啊 他们的代筹呢 再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全球都遵循 中国开发的5G这个标准协议 那么将来中国就向上持相 否则呢 人家的协议就是有版权 你要用人家的协议 你要支付费用 听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如果中国 把这个5G做出来之后 就例子 美国也用 韩国也用 日本也用 那么将来 中国赚钱就在这赚钱 这就是标准协议的一个好处 谁规定了呢 你是老大 你就说了话 你就规定这个协议 大家都征协议就可以了 现在有很多 现在有中国的协议 有美国的协议 还有一个哪个国家忘了 都在抢 就在抢这个风口 谁抢的谁去赚 那么这是我刚给大家说的 这个协议 现在能大提上理解 什么叫HTTP协议 所谓的这个协议 到底有什么用了吧 就是来规定浏览器和服务器 之间的一种传输的 一种数据的规定格式 这就叫协议 好了 协议里边分为什么 GET 后置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了吧 那么简单来说 应答的数据里边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 Response Header 第二部分叫做Response Body 没错吧 我确确实实是 把这一坨整体的东西 返回给浏览器 那么浏览器呢 它并不是一个人 它并没有一个逻辑思维 在里边放了 就是它没有思想 那它怎么知道 哪些东西是头 哪些东西是尾呢 因为咱们人能区分 程序呢 往往你得给它设定好 它才能区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规定 一个规则 一个规定 在Response享用的里边 我为了区分 Header和 接下来你所说的这个Body 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分的格式 就是在Header和Body之间 控上一个行 听懂了吗 只要控上一个行 之后的东西 你不管你接下来是控行 还是数据内容 什么都不关心 接下来浏览器就认为 这些数据就当做Body Body和Header 请问同学们 Response Header和Responding 各自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分为两部分到底干什么用 一起发布行吗 特曼 是下一个问题 在多天的时候 如果你的服务器里边有中文 你返回给浏览器的时候 你这个中文一定是乱的 还记得吧 为什么呢 你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编码格式 就是你的以扣的格式是UTF8 但是浏览器不见得以UTF8去解 你是按了UTF8压的 没错 但它按着GPK减 那不就晚了吗 你说这个道理吧 所以说 我怎么才能告诉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应该按照这个格式来解压呢 就是解编码呢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没发现这个地方有一句话 这个 叫到content type等于test 写个stml 然后chsetUTF8 看清楚了吧 你把这句话加上 那么浏览器就自动的知道了 我原来解析Body的时候 我应该按照UTF8的格式去解析Body 这么说明白了吧 那么最后的一个感觉 Header是用来告诉浏览器的一件事情 比方说浏览器 你给我保存一个变量 保存这个 浏览器 你接下来去解析编码的时候 你按照这个编码解析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浏览器 你用的协议是用这个1.1 什么都是这些东西啊 那么接下来浏览器 按照你告诉他的东西 浏览器接下来把Body解析出来 把Body的东西显示在页面里面去将来 是不是用户就可以看到一个正确的页面了吧 能理解了吗 Response Header是用来告诉浏览器的 Response Body是接下来浏览器要展示的那种 基本上就是这个格式 那至于Header里面到底写什么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是必须要写的 至于接下来的东西呢 你往后写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 比方说想要试试一个cookie 那这就是cookie 想要告诉客户端你的服务器的版本 那你写这个东西 协议不写还是说了 要看你的需求 一个用户登录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用户登录了呢 我一定是向他的浏览器里边写了个东西 这才叫做登录 这才叫做登录 http呢 它是无状态的 我并不知道你登录还是没登录 那么我怎么知道你登录还是没登录的东西呢 如果你登录成功 我接下来在Response Header里边 会有个东西叫做set cookie set cookie里边一定有个变量 等于一个值 这个值你接下来在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每次都会提交 接下来你的你的服务器判断这个值到底是多少 他就知道你登录了还是没登录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浏览器 他并不知道我到底登录还是没登录 但是浏览器里边呢 只要访问一个网站之后 如果服务器说了你登录成功 服务器回过来的书记里边有一句 类似的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里边设置成多少就表示呢你是否登录成功了 用这个东西来区分啊 好了 他们说到这呢 我言外之意 我要Header给大家说的东西 在请求的里边啊 其实这个叫Request Header 听众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你应答有Header有Body 那你请求肯定也是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就叫Request Header 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Response Body 那只不过一般情况下 咱们如果浏览器访问的方式是Gate的方式 那么一般都不会有Body 如果浏览器是一个提交的数据 那么将来依然有Body 举个例子 你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字不串 叫什么呢 比方说你的Uder name 你的Uder Uder啊 就看你这个变量怎么写啊 Uder name 冒号 冒号等于 比方说等于啊 东哥 是吧 然后Password等于 登登登登登 123456 那么如果我在一个网站上登录的时候 一般呢 这个地方就不是Gate了 就换成了什么呢 Post 那么Post里边除了Header之外 往往还会带着Header 怎么说 还会带着Body 怎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这个是告诉服务器 浏览器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是告诉服务器 刚刚用户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是谁 一般呢 Post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会有Body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Gate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一般又没有 能理解我意思吗 就是这个过程 但是呢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请求和发造都会分Header和Body 就可以了 能理解我意思吗 都分为两部分就可以了 我请求的头 告诉浏览 告诉服务器我浏览器是什么版本 我请求的数据是什么 硬打的头 是告诉你浏览器 服务器的版本是什么 然后告诉浏览器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格式来解析 那么这就是一定的要求 这就是咱们昨天学的东西 对啊 基本上就是学的东西 啊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